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 林天尊 请您接下电话 龙王想和您说话 还有什么事 天尊 是我没管教好属下 实在抱歉 客套话免了 简装要的说 如果没事我就挂了 别 别 天尊 我斗胆问一句 既然您都现身了 那灵气复苏是不是指日可待 不知道 竟然敢挂龙王的电话 你的枪借我看看 这 什么时候拿过去的 完全没看清啊 这种东西 对于修炼者真的有用吗 这枪在五百米内可以打穿钢板 也算小心把玩啊 走火啦 给你们老大带句话 与其有空练习这种东西 不如好好钻研你们的古武道 不然就算以后灵气复苏了 你们也只能做炮灰 天尊 您的意思是灵气真的会 我什么也没说 你们可以上飞机了 哪里来的大风啊 这 这是真正的神仙啊 出来吧 现在没有其他人了 师父 抱歉 你父亲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明白 这是他唯一的结局 如果他不死 就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害 鸡家别墅被毁 要建好还需时日 不如趁这个机会 和妖光外出游玩 顺道培养一下感情 情分 喂 什么事 下事 听着您的住处受损 要不要先来寒舍残居 我现在就开车去接您 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事 啊 好 其实是小女丽雪 想跟您说几句话 好吧 快 先去答应了 先是 此次承蒙您大恩大德 亲家上下无以为报 但永生铭记 不必客气 说重点哪 我以前不懂事多有冒烦 不知道您明天有没有空 我想邀请您一同出游 给 给您当面赔罪 干得漂亮 抱歉 没空 我 我 这 没事 女儿 爸理解你 先师已经有心上人了 有些事情勉强不来的 喂 喂 白家的上层人士 为什么全跪在这儿了 到底是谁又这么大的面子啊 各位 您们跪在这里 咱们酒店做不了生意啊 我们在等人 你这管营业便是 什么情况 我就去买了个早餐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 这酒店在搞促销活动吗 促销个鬼呀 你没看见大名鼎鼎的白家 在门口集体跪着吗 白家人 麻烦让一下 喂 兄弟 凑热闹也要讲究先来后到啊 就是啊 我们凭什么让你 啰嗦 哪来的疯啊 师父来了 白家犯下滔天大罪 此之无可弥补 还请师父责罚 请林大师责罚 我去 这小子是什么人哪 此事罪在白破君与白破君两兄弟 与其他人无关 谢师父不杀之恩 带人回去吧 我还得赶紧把油条给遥光送去 凉了就不好吃了 是 把白家晾在一边去送饭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面子 难道是 更顶级的人物 外面怎么这么多人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两个超级大美女 也不知道是谁的女朋友 真是好伯气啊 你们的早餐 又是吗 主人 我也有饭吗 少不了你的 真行 谢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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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瓜吃够了吗 麻烦让一下 哇 灵妃 你要和我一起去公司吗 不 我要去一趟黑猪沟 啊 那不是死亡之谷吗 传说中的恶魔之地啊 死亡谷 恶魔之地 我查查 对对 对 就是这里 怎么感觉看起来是鬼故事呢 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啊 当然是帮你们突破新的境界 怎么样 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吗 就当是旅游了 正常人都不会去那种地方旅游吧 好啊 我跟你去 不正常人类出现啦 莫灵 你去吗 哦 不了 小姐 我留下来帮你照看公司 就不去当电灯泡了 那我们先走了 不愧是主人 第一次带小姐出游 竟然选在那种地方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此刻突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就像那黑夜里面 星光一点点 不会看见山万水 沧海与桑田 不微惧风霜冰雪 只为与你相见 翻开千点的回忆 想起了曾经 西洋下 西洋下散落的你 化作纷飞雨 爬过万里的旅行 终于到变清 凝湿 泪湿的眼睛在一起 看两个人的风景 看两个人的风景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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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